今天这个节目以前做过,叫做隐性拼吧 我重复做这个视频的目的是想更好的让大家加深了解拼吧交易的变化情况 同时更重要的是,请大家看到最后我有一个互动的题目 我的交易策略是拼吧小子孙 所以了解拼吧或者了解拼吧的变化形式 对你的交易绝对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澳美30分钟图 绿色的这一根是8点钟结束时候的30分钟K线 而红色的这一根是8点30分结束的另一根K线 由于跨越了小时,所以你是无法看到这两个图的小时K线 如果你知道隐形K线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的发现 这里是开盘价,这里是收盘价 重新画一下 那么从7点半到8点半的这一个小时 它的K线其实就是一个拼吧 从7点半到8点半这个小时 在K线图上你是看不到这个拼吧的 但是学会了隐形拼吧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这一个一小时跨越了时间段的拼吧了 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两根K线形成了隐形拼吧 当你看到这个隐形拼吧之后 8点半的时候你马上做空 我们的交易不管是什么时段 只要看到拼吧,入场之后都是8点止损 而这一笔最大回撤只是3点 如果你的止盈是两倍的止损 在不到一个半小时之后 你就很顺利的止盈出场了 这就是拼吧小止损的变化形式 隐形拼吧 它可以是跨越时间段的每半个小时 或者是3分钟,3分钟形成的6分钟拼吧 在正常K线图里找不到的拼吧 你用这个方法以此类推 就可以发现隐形拼吧了 交易看上去很容易 我也介绍过 一分钟你就可以学会的交易策略 交易方法可以很简单 然而交易,你想要盈利 却非常非常困难 你不能够稳定盈利的原因是什么了 这是一道互动题 如果我能够得到25个点赞的话 我会做一期节目来介绍 为什么在交易中稳定盈利 是如此之困难的原因 你可能听过 不能够稳定盈利的原因 是没有交易计划 没有交易策略 不能够自律 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设止损 等等等等 这些你都听过的老生常谈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 或者什么教育机构 讲到这一个最关键的 让你不能稳定盈利的 唯一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你不知道 阻碍你盈利的主要原因 那么你将 像一个无头餐饮一样 永远找不到解决亏损的方案 这个原因 我花了将近20年的交易时间 最近才找到 找到这个原因非常困难 但是只要我说出来 你将一目了然 缓然大悟 把这个原因说清楚不容易 所以请大家多多分享 点赞我的视频 25个点赞之后 我将跟大家汇报 我找到的这一个 阻碍你盈利的 唯一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 我不会只停留在 找原因上 我会分享 针对这个原因的解决方案 从而让你更快的 走上盈利之路 我是Fren 谢谢收看 下次见